有個男網民在小紅書上表示 早前帶了六包香煙,經羅湖口岸回香港 誰知被海關職員帶到一個小黑屋 其實就是一間房間 取笑他,小紅書帶他去小黑屋 帶他去房間,要求交港幣3340元零七毫子的罰款 和有關的煙草稅 當他排隊交錢時發現 原來很多人都是同一個命運 都是因為大煙被海關捉住 我也試過,以前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過關買煙是便宜一點,不用交稅 免稅區那裏賣,但有時會忘記了 因為自己本身有煙在砌 然後剛好外套又有一包煙 然後褲袋又有幾支,不小心 吃煙那些 背包原來有幾包 你一試過一次,一過關就被警察抓到了 你這裏多了 你知不知不能帶超過多少支 最低什麼禮 我又不是級別人士,法例又改了很多次 現在是否只可以帶一包開煙 還是什麼? 是,抽一支出來 是,很流行的 我聽朋友說,你抽一支 我不是抽一支 聽朋友跟朋友說 就是避免,全身就有問題 有20支 有些說,你吃著口袋一支 我負責我們 現在只可以有19支煙 19支煙 以前我都會 即是你一包全身都不行 不行 這樣也不行嗎? 是,很久了 可能有10年了 有10年了 因為那時候我都幫我外府買煙 自從立了這條19支之後 我就沒有再幫我外府買煙 那時候我經常都要回大陸做事 上上下下下下 那就幫他買 我覺得你今時今日還要這樣出事 怎會心存孝魂 你只看一包煙 我當你還未加價錢 現在多少支? 7、6、6、6、7多元 你對畫完 你怎會博這件事? 應該這麼說 你在機場免稅店買就沒問題 因為免稅煙也沒問題 我當時出事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本身有煙 你不是說什麼? 我本身都在吃 因為我本身都在提戴 但又不小心 衣袋又有一包 褲袋又一包 加上超多20支 那就出事了 但如果你是機場免稅店 你有張單跟著就沒事 因為那些是給你買的 免稅煙那些 他就說 當然 看到原來罰款很後悔 他說 三名官員進行全身的檢查 同時翻查全身的衣物 包括除身的物品 最終發現了600香煙 罰款了2000元 超出數量原本應該要繳付260多元 現在五倍變成總共加上罰款 其他各樣是3300多元 他形容 心痛死了 沒有現金 銀行卡可以提款 排隊交錢 發現很多人同一命運 他說 蓋炭 羅湖口岸查的特別多 很後悔 提醒大家 不要生存 療痕的心理 一旦被查到 到時就得不償失 因為內地買煙便宜過香港 可能他打算買定陸包 來香港吃便宜一點 你知道香港現在 八十元一包 差不多 這些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違法的事就不要做 你不要生存到那些僥倖 說這裡有小罰 那邊抓得多 那邊比較密 那邊比較多人 那就去武人那邊 不要想這些 其實一鋪都足夠你玩 尷尬多一句 今時今日這條例 都不是說剛剛實施 沒錯 竟然還可以有人這樣去走 我覺得很奇怪 還要說有一班人排著腿 一起給錢 每個人都好像一種心 想未必會有事 有些網民就留言 他說羅湖一向都是超嫌 不管你是回港還是回大浪 就是要抓的 只要你不要抓你去坐牢 你就偷笑 已經好了 正常是 但一件事 有很多時候 我感覺上 譬如說經過黃岡關口 或者其他關口 我有時都被叫停 在那邊檢查 我有一次 那時候十幾年前 不是很流行買的那些碟嗎 還是不知道什麼 那些翻版 當時還沒有DVD 還是VCD年代 總之我忘記了 我還記得嚇到我以後都不夠膽 為什麼呢 他在黃岡關口乘車回來 就說 你們 過機 過過機 把行李放在那些運輸 一驚訝就知道 其實他看到的 怎麼會看不到 我看過他的螢幕 裡面的東西很清楚 後來 到我拿走的時候 他叫他不要走 這樣說 糟了 別走 那我就叫他不要走 抓住 真的抓住 哎呀 不知道不見多少 我知道他這樣 沒事 對 不是這個 是後面那個 先生不是人住 你摔了一塊紙巾 是 你做電影的 逃過一劫之後 以後我都不敢 煙我再更加小 我忘記了那時候的法例是怎樣 我和我叔叔回鄉 應該二十幾三十年前 我不知是什麼 我不吃煙 我叔叔叫我 你在旅行袋裡 帶一條回香港 我就拿了一條 誰知道他真的抓住我 那時候我記得十二歲還未夠 不是 應該帶沒問題 我是未夠合法年齡 那時候小學 我拉過袋 香港海關員拿了一條煙 煲煲得這麼厲害 爸爸 我幫爸爸帶 對 他說什麼 他看見我 我還未說 但是那時候 他也好人 他說 走吧 對 正路就不行 根據01 因為登了這宗小紅書的新聞 也打了一些法例的問題 根據海關的資料 如果凡年滿18歲的女客 可以免稅攜帶香煙 產品進入香港 供其本人致用 一定要留意 分別是19支香煙 一定要寫明 19支 一包都不夠 一支雪卡 如果多於一支雪卡 則重量不超過25克 還是25克其他製成的煙草 都要留意 即是一包煙的5倍 要發就發 真的想不到 其實很久了 即是19支這個 因為他的用意 兒子也有10歲 應該結婚 不想你販賣 至少是十幾年前 所以他抽一支出來 就肯定逼你是自用 即是開了這包已經自用 但當然你說 如果你在內地 其實如果你大量買這些煙 來香港賣 某程度上是走私 但當然有很多 他們不是這個意圖 純粹你知道大學人 他都知道香港煙櫃 他拿幾包 他自用的 他博你捉不到 我不知道羅湖那裏是怎樣 例如我當時過關 其實你知道坐飛機 你出境的時候 通常有幾個海關人員 站在那裡 看的 通常你不想被人 即是眼神 你不想被人捉 最好技巧 不要跟他有任何眼神的接觸 你就看一看他 然後你就閃開 因為他就看一看你 通常你過來 但是又這樣 豆爺 那位仁兄 為何不看我 沒有 我不看的 真的嗎 你不要看他 你一看他 他跟你有個接觸 通常一看到 你就閃開 眼睛 你就走開 他通常 不好意思 你過來 陳色衫這個 那就走 通常你直走直過 會好一點 我就直走直過 都可以 眼神上 我又沒有刻意去避 有時候 反而都會主動看一看 你不理規 他又不會找你 我記得有一次是機場 很久以前 有隻狗 可能是他的行動 就是他的行動 緝毒犬 緝毒犬 那些 他走過來 我有機會咬我 站停 站停 那些 這個不僅是出入境 即使在街上 你看到警察哥哥 都是 對 如果跟他有很多眼神接觸 通常被人查身份證的機會大 因為小弟以前都被人查過不少次 都是一個高目的 對 我的死金貓 金貓仔 有些行動警察說 收 Candle 我16歲已經入行 然後又問 你去哪 又不回家 不是我上班 小時候上班 我就這樣說 我畫漫畫 這樣說 然後那些警察的臉口 一變大 哎呀 辛辛苦啊 那些臉口 那時候受到尊重 他真的會這樣 然後 我記得 黃玉郎坐牢之後 就慘了 我試過在波樓上 查三身證 一會兒 你畫公仔的嗎 你現在畫公仔出來給我看 他很侮辱的 真的 他在波樓上 搞錯 那些警察 你不要玩我了 他就說 你老闆坐牢 你有沒有份 這樣說 那時候很醜 很醜 怎麼這麼像那一宗 最近那宗 熱紅紅那宗 什麼 麻煩你畫一隻馬給我看 這是什麼 麻煩你畫一畫給我看 你畫自己的油畫也可以 那一宗 剛才你真的會畫公仔嗎 你畫漫畫一點 厲害 原來你是漫畫人 我是漫畫人 那時候做兩份工 做漫畫 晚上就去天天日報 是同一棟大廈 那時候 有時候 躲在賽馬聖經裡睡覺 那時候有方俊輝和一哥 都在那裡 不過剛才你說過關的那些 通常 你不要鼓鼓畫畫的樣子 正正齊齊齊 你走路 你正常 如果不是這樣 你不查誰啊 當然你沒事的 當然你沒有特別的 你當然沒事 我那次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 剛好他叫我拿袋子出來的時候 才發現 哎呀 忘記了自己幾包煙 在身上 有時候真的習慣不記得 他是充公了那些煙 還是罰錢 罰錢加充公 他開了一張罰單 收據給你 收據給我 多少錢 我記得了 很多年前 但我真的沒有心 因為我純粹自己吃 但剛好我多帶了幾包 有時候你吃煙 有時候不覺得 有時候怕沒有了 有時候就帶兩包給你 對 那你家裡有時候 說你這包開了 吃了幾支 又忘記了放在哪裡 然後你就買個包 第二包又吃了幾支 又不知道放在哪裡 那你儲了麻煩 就只有幾包 每包都有幾支 拿一次過 放在袋子 我絕對了解這個問題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是煙產 他不在香港 他回到國內工作還是什麼 他是吃總督的 我最有印象 他不是吃完一包 他真的在廁所擺一包 是啊 然後飯廳 我廁所擺一包 隨處可見 他隨處可見 他說你吃完一包 不行 因為到時沒有你就會頭痕 一定要這樣 就像別人那些 埋了淚 我坐在廁所 也有 我進廚房也有 看電視也有 看球也有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吃煙的就知道 有時候 你吃煙仔 你真的去到有一刻 你煙引來 你沒有煙就很大 假設你住 你住那個地方 樓下又沒有 24小時 OK 71 那你真的沒有煙就很麻煩 你就沒有了 等到明天早上吃 你知道吃煙的 有時候真的想吃 其實沒有 很慘 通常你會做什麼呢 我們那些 就馬上找 搜尋全屋 沒有這些 對 你覺得 不是 通常都會找到 盒子裡做一兩支 通常都會有這些 但是沒有的時候 你就覺得沒有 嘩 那你很慘 但是剛才通哥說 他的朋友是怎樣 你這裡可能開一盒 吃一兩支 真的 開一盒吃一兩支 到真的沒有煙的時候 你就知道 廚房也有 馬桶旁邊也有 我的房間也有 那你又不用 頭暈 絕對我經常罵他 我們先吃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